女排方面的全运会女排成年组资格赛 违访赛局的比赛 今天也正式打响了 在节目战中 上海女排3比0轻取福建 拿下了小组的首场胜利 作为首场比赛 双方都近前主力出战 首局福建队进入状态较快 长时间保持比分领先 但上海女排及时调整战术 并依靠蓝网连续取分 最终以25比20逆转拿下 第二局 上海女排继续施压 以25比20再下一城 第三局较量 她们越战越勇 最终以25比18直落三局 总比分3比0 赢下开年红 比赛中 上海女排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都要好于福建女排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女排助理教练安家杰 也在现场观看了本场比赛 目的主要是考察 女排现役国手们的发挥